在未来金融 必定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参与 门槛变得非常低的行业 而这样的历史趋势呢 对于我们来说呢 每个人可能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 因为它不仅可能让更多的人 从事到这个金融行业中 成为金融行业的创业者 而且呢 也让很多人能够享受到 这个普惠金融所带来的好处 当时创立这个公司之初的 这个想法呢 就是基于我的几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呢 这个金融一定会实现去中心化 我当时就发现了 比特币的这个颠覆性 它在两个方面呢 实现了去中心化的思路 第一个思路呢 它是在清算领域实现了去中心化 我们以前呢 这个商业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的转账 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转账呢 全部都是中心节点帮我们完成的 因此呢 总有一个比我们权限更高的人 拥有修改我们账户余额和账本的权利 第二点呢 就是比特币在没有任何法定国家和监管机构承认的情况下 它发行的一种货币 而且又运行很少 这一点也是很惊人的 再加上它还可以自主形成清算 这样的话呢 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ecosystem 生态系统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做金融 它的这个核心就是价值 你的价值都像一个水滴 如果你不把它连起来 它没有办法流动 没有办法使用 很快这个价值就会蒸发 但是如果你拥有一套非常完善的机制 能够让这些价值全部体现出来 流动到它可以流动的人的手中 那么就会迸发出非常大的 非常强大的价值 感谢观看